这个男人正在给自家花园浇水 却惊讶地发现地面好像发生了倾斜 他拿来水平尺一侧 发现地面果然在下沉 他怀疑地下一定有不明生物正在挖隧道 他首先想到的是地鼠 于是赶紧拿来老鼠药 倒在花园的各个角落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只老鼠也没有抓到 生气的他买来了老鼠夹 把它放进洞里 然后涂上果酱 接着在上面做好标记 现在只需要等老鼠上钩了 一旁的妻子看到这一幕很诗无语 认为丈夫一定是疯了 这天男人提前下班回家 听到开门的声音 妻子急匆匆跑了过来 询问丈夫今天怎么这么早 看到妻子有点慌张 男人预感到了不对 就在这时 捕鼠夹动了一下 男人认为一定是老鼠上钩了 可拿出来一看 上面却空空如也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他看向了墙上的监控 接着他又想到 每次出门邻居老王都会跟他打招呼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 妻子看到他离开 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一扇门 可没想下一秒 妻子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他来到外面一看 发现丈夫正拿着炸药炸老鼠 另一边的接线员听到声音 也被吓了一跳 消防员接到命令迅速赶到现场 妻子赶紧跑过来 让消防员去救救老王 因为此刻他很可能被埋在了地下 消防员听完也是一点疑惑 原来老王常年在家没有工作 于是便偷偷挖了一条地下通道 等到对面家里没人 他就会通过地道爬到对面偷东西吃 妻子看他可怜 也会偷偷地帮助他 然而事情终有败露的一天 新生怀疑的丈夫假装出门 直接给他送上了一枚炸弹 消防员来到地道一看 发现老王果然被埋在了下面 经过抢救 老王被顺利救出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故意伤害他人 男人也被当场扣下 但他坚称自己只是在炸老鼠 可消防员并不那么认为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 这是今年最重磅的一场健美冠军赛 台上的六名选手 纷纷亮出他们的肌肉 作为夺冠热门的小帅 刚一登场 就引起了全场的沸腾和欢呼 不仅是因为他的实力格外突出 更是因为他的父亲 就是上一任的健美冠军 而台下做的 基本上都是他父亲的讽丝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上了年纪 但是威风依然不减当年 他希望台上的儿子 也可以像他一样 成为世人所崇拜的对象 在一段精彩的表演后 小帅毫无疑问 力压群雄成为了最后的冠军 台下的评委上前给他颁奖 看到儿子拿下了冠军 父亲也激动着上前为他庆祝 却没想危险 正在向他们靠近 很快 消费员和警员迅速赶到了现场 这里已经陷入混乱 小帅父子被无在舞台中间 遭到了无情的唾骂 因为就在刚刚 奖杯滑破他的手臂 没想到里面流出来的 竟是何成游 目的是为了扣充他的肌肉 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台下的粉丝如此的愤怒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一个骗子 他辛苦奉斗一生所得的荣誉 也将在今天全部葬送 而更加让他难过的是 这个污点也将会影响 他儿子的前途和命运 在给男人做了检疫的包扎后 他们需要立刻将他送往院治疗 却没想被愤怒的粉丝给团团围住 无计可视的警员拿起话筒 最终这场闹剧也终于得到控制 临走前 小帅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选择主动放弃 这座刚刚获得且来之不易的冠军奖杯 这个男人快憋不住了 因为他刚刚吃了一碗臭豆腐 他赶紧冲向附近的移动厕所 就当他关上门准备一借千里时 天上突然刮起一股热风 下一秒 雨还手里的冰淇淋迅速融化 紧接着一旁的气球也发生爆炸 气温还在不断地上升 厕所里的男人直接被热到冒汗 他赶紧起身准备离开 却没想开门时直接被门把手烫伤 密闭的环境让里面的温度越来越高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大声呼喊求救 殊不知外面的情况更加糟糕 狂风越来越大 男人还在里面拼命地呼喊求救 谁知下一秒 整个一栋厕所直接被大风吹了起来 他越过摩天轮 静止向远方飘去 里面的男人被折磨到生不如死 他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此刻的他已经平安着陆 他说自己被困到了一栋厕所里 接线员赶紧询问他的地址 但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吹到了哪里 他尝试替开厕所门 却发现门把手已经和塑料融在了一起 接线员赶紧帮他寻找求证的办法 可没想这时 厕所的下面开始大量浸水 这说明男人很可能被吹到了狐狸 事情下变得严重起来 水位还在不断地上升 接线员不停地安抚他的情绪 通过查阅资料 他发现一栋厕所的顶端是用螺丝固定的 只需要用硬币就能打开 很幸运 男人身上刚好有一枚硬币 按照接线员教的方法 他开始快速地拧动螺丝 可没想男人一个没站稳 硬币掉进了随力 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求生的希望 接线员赶紧联系上了队长 此刻他们已经赶到了游乐场里 因为通过查看地图 他发现附近根本就没有湖泊 所以他断定男人狠狠地还在游乐场里 经过一番寻找 他们终于在一个大水缸里发现了这个移动厕所 队员赶紧拿来电锯 切开上面的盖板 成功将男人给捞了上来 但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医护人员赶紧帮他做心肺复苏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男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上个厕所 差点把命搭上 他们非常好奇 为什么温度会突然上升 原来是刚刚发生了非常罕见的热爆流现象 早在一天前就已经提醒过市民 所以大家出门游玩 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一个男人在森林中 发现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 他走到下面仔细观察 而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的忽林员看在眼里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站在那里是非常危险的 他大声的呼喊让他们赶紧离开 而这时天上突然刮起正大风 下一秒 男人就预感到了危险 整棵大树突然立了起来 男人直接被埋在了大树底下 忽林员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他们也觉得这件事非常不可思议 忽林员解释道 暴风雨过后 有些大树会因此倒下 可是土壤下面的根部系统 可以通过张力把树重新给拉回来 简单来说 倒下的大树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弹弓 此刻女孩正在疯狂地跑着泥土 因为她可以清晰地听见哥哥的呼救声 消防员迅速接管现场 他们先是拿来铁桥准备在附近挖出一个洞 然后把绳子扔到树上 他们需要建立一个锚点 通过脚链把大树重新拉回原来的样子 他们从挖好的洞中脱下男人的鞋子 通过检查脚上的脉搏 发现跳动非常微弱 因为大树的压力 他的呼吸严重受阻 他们需要立刻给他输入生理盐水 然后拿来衣服帮他挡住泥土 保障他可以呼吸通畅 准备好一切后 他们拿来电锯将与地面相连的根部全部锯断 其他队员接到指令开始拉绳 在所有人的合力下 树根底部开始被慢慢抬起 下一秒 几冬冬的大树轰凉倒下 这样的场面的消防员也不由地惊叹 他们赶紧来到男人身边 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们合力将他抬上了担架 紧接着开始帮他做心肺复苏 一旁的妹妹着急坏了 恳请他们一定要救活自己的哥哥 在消防员的努力抢救下 男人终于恢复了心跳 一旁的妹妹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得知男人是他的哥哥 一旁的护林员以为缘分来了 于是想邀请他一起共享晚餐 却当即遭到了女人的拒绝 毕竟现在这种情况 他可没有心情吃任何东西 对于这种不合时宜的邀约 一旁的消防员也替他感到惋惜 去海边游玩 千万不要这么做 两个熊孩子看到父亲晒在天上睡着了 于是灵机一动 决定挖个坑把他埋了 两人一拍集合 他们立刻拿了铲子 在旁边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就将亲生父亲直接推了下去 紧接着开始填土 看到熊孩子玩得这么开心 男人也十分的配合 很快他们就大功告成 男人也在这时假装刚刚睡醒 可没想 女儿直接一桶水向他浇了过来 看到父亲无计可视的样子 两个熊孩子乐开了花 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就在这时天上突然雾云密布 紧接着一道闪电劈了过来 附近的游客被吓得赶紧离开了这里 而这时 两个孩子惊讶地发现 父亲身边出现了很多玻璃 紧接着一股红色液体喷涌而出 他们被吓得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 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经过检查 发现的人失血过多 血压正在急速下降 需要赶紧将他给挖出来 一旁的男孩很好奇 这些玻璃是如何形成的 小帅赶紧将他们拉到一旁 然后耐心地跟他们解释 他们开始徒手挖沙 很快他们就发现 原来是一块玻璃扎进了他的脖子 当时的温度一定特别高 因为伤口在一瞬间就结痂了 他们小心翼地把男人处理好伤口 其他队员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就在他们准备将男人抬上来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男人出现了动脉大出血 看到这一幕 两个孩子着急坏了 小帅赶紧安抚他们 让他们不要担心 另一边 队员赶紧帮他绑上止血带 男人这才脱离了危险 他们何力将男人抬了上来 看到父亲被顺利救出 两个熊孩子终于送下了一口气 干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这里是一家面包加工厂 这个黑妹正在做面包 身旁的机器叫做面团搅拌机 从她的眼神不难看出 此刻的她正在和主管赌气 而操作这样的机器 需要十分的小心 为了安全起见 集体工作时需要盖好防护网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 避免事故的发生 而这一幕让里面的主管 感到非常的不爽 她立刻上前叫停了员工 并说这样的操作 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 她认为完全可以不用防护网 就可以轻松地完成 添加配料的操作 就像这样 可没想一个不小心 容器掉进了搅拌机里 女主管伸手去捡 可下一秒 一旁的黑妹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此刻的女主管 正被卡在了搅拌机里 幸运的是她还有呼吸 但是脉搏跳得非常快 消防员立刻展开营救 他们先是拿来工具 拆掉上面的防护网 紧接着准备将里面的刀头取下 可这时 队友却发现她的右手没有脉搏 情况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这说明她的右手很可能已经断了 之所以没有大出血 他们猜测 应该是面团阻断了血液的流动 这一幕也让现场所有的员工 看得心惊胆战 营救之前 他们先是给女人打上了一针止痛剂 然后用纱布帮她把右手做好固定 准备好一切后 他们小心翼地将搅拌器取了下来 然后将她抬上了担架 一旁的员工上前询问她的情况 因为就在刚刚 主管因为她效率太低 把她狠狠训了一顿 如果不是因为跟她赌气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身后的主管让她不必太过自责 她也向黑妹表示道歉 并不是因为她只求业绩 而知员工安全于不顾 而是他们的老板只在乎账目上的数据 可惜的是 女主管的下半身 可能要与假执作伴了 这个男人报警说 她的女朋友刚刚不幸掉下了悬崖 消防员来到悬崖边一看 目次了一下高度 认为她的女朋友 生还的几率应该很低 他们决定先去下面查看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名警员接到报警 匆匆赶到了现场 说刚才有一个目击者 看到了案发的整个过程 女孩是被她的男友推下悬崖的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难道这是一起谋杀案 他们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盯向了该男子 警员立刻过来询问 男人说本来今天打算 跟女友提分手的 却没想他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 他甚至怀疑 女友是不是故意跳的悬崖 可当警员询问他女友的信息时 男人却表示拒绝回答 另一边 消防员正通过安全绳开始下降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女孩身边 可当他们将女孩翻过来时 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听到还有这样的事 队长也一下懵了 他们一度怀疑 是不是男人在耍他们 通过和男子的心理医生沟通 发现男子原来患有某种依恋障碍 他已经和这个女朋友 一起生活了两年 而今天发生的一切 说明治疗起了效果 他已经决定和女朋友分手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为了让男子彻底断了念想 消防员决定帮他一把 经过他们的凤梨抢救 女友终于没有了心跳 本次就原以失败告终 谢谢 你可能没有救了她 但我认为你救了我 这是我们在这里 凌晨一点半 一个男人推着妻子来到消防局 寻求帮助 看到女人是倒立的 消防员感到十分的好奇 因为这样的姿势是十分危险的 他们上前准备将女人翻过来 却立刻遭到了男的拒绝 并说妻子一旦被翻过来 心跳就会立刻停止 这不禁让消防员感到一脸蒙圈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先给女人测量了一下血压和脉搏 但一气显示一切都很正常 他们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恶作剧 男人赶紧解释 说刚才正在和妻子在家里做瑜伽 却没想妻子突然没有了心跳 他尝试给妻子做心肺复苏 但是没有用 却意外的发现妻子只要倒立过来 就会立刻恢复心跳 就这样 妻子刚刚在家里死了好几次 男人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才将他推来了消防局 在场的所有人听完都一脸震惊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为了验证 他刚才说的是真的 他们立刻将推车放平 下一秒 女人果然没有了心跳 他们赶紧将女人倒立 女人又立刻苏醒了过来 这种诡异的现象 让经验丰富的消防员 也以下没有了方向 就在这时 女人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心上起泊器出现了问题 得知女人装了心上起泊器 他们仿佛一下找到了原因 经过检查 他们猜测很有可能是线路出现了问题 只有当他倒立时 线路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应该是运动导致线路发生了位移 现在只有将女人送去医院才能治疗 而此刻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如果要将女人倒立 即便是消防车 高度也可能不太够 但这根本难不住队长 只见他将女人倒立地挂在消防车后面 并有两名队员贴身保护 虽然完没解决的问题 但这一路上可能不太好受了 这个老人爬上梯子 正准备再几个果子 却没想从隔壁突然回来一颗珠子 刚好砸断了老人的杯子 愤怒的他赶紧爬上梯子 却意外地看到隔壁的院子 里面站了两个调皮的孩子 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 老人声称要收回他们的珠子 看到男孩没有一点反悔的样子 愤怒的他直接把玩具丢进了箱子 却没想男孩又有了一个新的点子 只见他从仓库里拿来了一把十字 然后瞄准了墙上的靶子 而此刻老人再次爬上了梯子 却没想男孩的父亲急忙冲出了屋子 可没想一下子 接线员赶紧向老人询问了他的地址 得到消息的消防员立刻赶到了他的房子 却惊讶地发现一支弓箭穿过了他的脖子 两名队员瞬间就被吓成了傻子 因为他们看到伤口竟然没有一点血渍 他们赶紧让老人坐上凳子 紧接着帮他取下帽子 然后轻轻按压他的脖子 却惊讶地发现里面好像长了一颗柳子 正是因为这颗柳子 所以弓箭才能避开里面的管子 听到自己脖子里长了一颗柳子 老人一下就瞪大了眼珠子 看到他十分害怕的样子 队长赶紧让他把心放回肚子 因为根据他的位置 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良性的柳子 现在只需要去医院拍个片子 然后就能取出里面的柳子 而此刻两个调皮的孩子 早已被吓破的胆子 躲进了树上的屋子 估计他们这辈子再也不敢 从没见过这样的搬家方式 用一辆汽车将整栋房子直接搬走 剧烈地晃动 吵醒了熟悉中的小美 她还以为是地震了 慌忙起身来到窗户边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高速公路上 她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说自己很可能被人绑架了 接线员让她不要紧张 问她能不能看到司机是谁 小美亮相地走到窗户边 透过汽车的后视镜 她能够清晰地看到 司机正是她的前夫 就在不久前 他们刚刚离婚 愤怒的小美一个没站稳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接线员让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好 救援队很快就能赶到 没过一会儿 一辆警车就追了上来 她迅速开到男人身边 命令她赶紧靠边停车 却没想遭到男人无情的拒绝 这让警员非常的没有面子 随着一阵颠簸 还差点被一块铁片砸中 她决定开到下个路口去堵她 与此同时 消防员正在赶南的路上 他们不仅开来了消防车 还调来了一架直升机 他们决定从上方实施营救 准备好一切后 消防员开始下降 就当她靠近房子时 没想到男人猛打方向盘 让消防员无法正常左路 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队长赶紧拨通了男人的电话 并迅速开车跟了上来 经过交谈得知 原来这栋房子是她在结婚前 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下的 却没想离婚后 妻子小美一直不肯搬走 男人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出此下策 就在他们谈话的间隙 上面的消防员打破天窗 成功进入了房内 就在消防员准备将小美带走时 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因为她担心一旦离开这栋房子 这里的一切将不再属于她 但眼下必须尽快撤离 因为下个路口很快就要到了 此刻的房子就像是一个火柴盒 一旦急停 里面的所有东西 就会像火柴一样飞出去 在消防员的不停劝缩下 小美终于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两人顺利从天窗逃了出去 男人本以为终于摆脱了麻烦 却没想迎接她的 将是一大波特警 他们将警车距离停靠在下个路口 看到这一幕的男人直接被激怒了 他一脚油门踩到底 决定直接冲过去 所有特警区迹枪准备瞄准 可没想 幸好房警较高 将汽车给拦了下来 男人这才幸免云难 你绝对想不到 我们可爱的消防员竟然被投诉了 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救援行动中 小美的房子以80mAh的速度 在高速上飞奔 虽然房子最终被撞得四分五裂 但好在小美被顺利救出 可就在营救过程中 却发生了一些小差距 当天 玛丽被安排从直升机下降 去营救小美 却没想 当玛丽准备将小美带上去时 却遭到了小美的拒绝 由于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于是玛丽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可没想就是分软三个字 让玛丽遭到了无情的投诉 因为这个词明显带有诽谤的嫌疑 在救援行动中 他们不光要保证市民的生命安全 同时也要重视他们的情绪 这也意味着玛丽很可能有被开除的风险 为了保住她热爱的消防员事业 玛丽决定亲自给小美道歉 希望她可以撤销投诉 然而让玛丽感到意外的事 小美答应得非常爽快 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因为他们通过了解得知 原来玛丽是一个拥有500万粉丝的大V 由于他们的房子在事故中被摧毁 他们希望玛丽可以在网上 为他们重策一笔资金 用来重建他们新的家园 可这对于玛丽来说 却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 玛丽将会有离职的风险 但如果同意他们的要求 玛丽又觉得对不起她的讽丝 毕竟他们要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足足有75万美金 思来想去 她还是决定坚守自己的原则 于是就录下了该视频 虽然玛丽的做法太过激进 但队长却为她感到十分的骄傲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选 普通人如何拥有一辆百万超跑 这对夫妻刚进门 就遭到了销售的质疑 根据他们的穿着和打扮 销售仅逼一眼 就看出他们不可能买得起 可没想男人大手一挥 竟当场全款拿下了这辆跑车 谁能想到几天前 他们两个还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 因为一次矛盾 愤怒的丈夫直接把房子 开到了高速公路上 结局可想而知 房子撞在了高架桥上 成为了一堆废墟 身无分文的他们 于是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希望广大的网友 可以帮助他们重建新的家园 没想到短短两天时间 他们就收到了50万美金的热心帮助 这对夫妻也摇身一遍 成为了有钱人 为了满足他们的虚众心 夫妻俩就在第一时间提了一辆跑车 就当他们在享受速度与激情的时候 没想到旁边突然杀出了一辆GTR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直接超过了他们 这一下就激起了他们的胜负欲 男人深吸一口气 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 随着V8发动机开始咆哮 他们很轻松就超过了对方 就当他们洋洋得意之时 没想到前方突然出现一个急转弯 男人反应不及直接冲出了路面 幸好一个飘移甩尾 成功让他们脱离了危险 可没像这时 头顶上方的机器突然开始运作 一大箱牛粪向他们迎面倒了过来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这对夫妻已经被买占了牛粪里 幸亏头露在了外面 可以让他们呼吸 但刺鼻的气味 还是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 他们恳请消防员赶紧救他们出去 队长凑近一看 就一下认错了这对夫妻 没想到他们竟然来出来的钱 买了一辆跑车 为了让广大网友看清楚他们的嘴脸 500万粉丝的玛丽直接现场开启了直播 并将整个救援过程录了下来 希望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可以知道 他们的善意到底被用到了哪里 男人本想做个低翁桑拿 却没想直接把自己冻成了冰雕 消防员立刻帮他做心肺复苏 可没想 这一画面 把现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时间回到一天前 男人在家里准备换轮胎 却没想因操作失误 直接被压在了汽车下面 幸好消防员其实赶到 这才将他顺利救了出来 出院后的他为了让伤口尽快地恢复 于是决定在家里做一个低翁桑拿 可没想随着里面的温度越来越低 男人很快就被冻成了冰雕 看到这一画面的妻子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他们先是尝试呼喊他的名字 但却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赶紧拿来工具将门撬开 通过观察发现 男人已经被冻得全身僵硬 他们先是合力将男人抬了出来 发现男人已经没有了脉搏 队长下意识给他做心肺复苏 却没想直接按出了一个大窟窿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回到家后的队长 很快就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法医在男人体内发现了一种神经毒素 这也意味着他很可能不是死于意外 而现在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他的妻子小美 得知自己成为了嫌疑人 小美也是一脸震惊 作为他日久生情的朋友 队长此刻决定和他站在一起 于是他们找了消防局里 最擅长推理的队员小黑 希望他可以帮忙找出背后的真相 他们第一时间来到了小美的房子 希望可以在案发现场 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可是经过一番寻找 小黑并没有任何发现 唯一有点异常的就是男人去世后 他家狗狗的心情变得十分的低落 除此意外 还有抽屉里男人为妻子小美 准备的生日礼物 为了能有更多的发现 小黑决定调出他家的监控看一下 这一看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男人在回家前 他的狗狗就已经出现了异常 他们怀疑是出门的一个小时内 被人暗中投了毒 他们立刻带狗狗来到宠物医院 经过检测 发现狗狗的体内有杀虫剂的成分 这一下让小美想到了什么 他立刻带领座人来到了他家的马场 因为他的丈夫喜欢养花 于是便在这里建了一个他的花室 而桌子上摆放的正是一瓶杀虫剂 这让小黑瞬间来了兴致 经过一番推理 小黑很快就得出了答案 当天 男人出门来到马场 本想给自己的花草喷点杀虫剂 但由于手臂受伤 男人只能单手操作 结果就不小心撒到了身上 不幸的是 里面含有的神经毒素 是可以通过皮肤吸收的 不知情的男人走进了低翁桑拿市 没过多久 他就出现了全身麻痹 就这样看着自己活活被冻死 而男人不禁一间摸了一下狗 也导致他感染了神经毒素 旁边抹不上残留的杀虫剂 就是最有利的证据 警方立刻打电话到法医室求证 其结果正如小黑推理的那样 男人体内的毒素和杀虫剂的成分一模一样 并且在他的石膏和绷带上 也发现了该成分 到头来杀死男人的原来是他自己 小美也成功洗脱了嫌疑 然而事情又迎来了反转 当晚小美带着一瓶葡萄酒 来到了队长家里庆祝 而这瓶酒正是她丈夫 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生日礼物 而这时 另一边的小黑越想越不对劲 原因就是花室里 有一把不为人注意到的钱字 此刻同事的一句话点醒了她 小黑一下理清了所有线索 他急忙拿起手机 拨打了队长的电话 警告他们千万别喝那瓶葡萄酒 可他还是说晚了一步 小美刚喝完 身体就出现了不适 下一秒他就无法呼吸 倒在了地上 另一边的队员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眼看小美渐渐没有了心跳 队长不顾众人反对 直接帮他做人工呼吸 没过一会儿 他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 就在这危机时刻 救援队终于赶了过来 他们赶紧帮小美注射特定的药物 很快药物就起了作用 看到小美终于苏醒了过来 队长一颗悬热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医院里 小黑终于揭开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一切的线索 都藏在一把钳子里 因为修剪花草 根本用不上这种钳子 要知道 一个身价千亿的富豪 在家里更换轮胎 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 而他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剪断刹车线 因为那辆车一直以来 都是他妻子的逮捕车 经过检查也的确证实了 小黑的猜测 上面的刹车线 果然被人为剪断了 而一个想谋杀自己妻子的人 又怎么会送一瓶这么昂贵的酒 当作他的生日礼物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这是男人的另一个谋杀计划 他去花室里 也不是喷什么杀虫剂 而是将杀虫剂倒进了酒瓶里 酒瓶的大小 刚好与上面残留的污渍相互吻合 没想到害人不曾反害己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 他精心设计的谋杀计划 却一次又一次将自己 推入无敌的深渊 健身房里 一名男子直接被日冠浴设备给烤熟了 现场画面惨不忍睹 他们发现设备的开关竟然坏了 于是赶紧拔掉了电源插头 一旁的员工说道 机器上的这名男子正是他们的老板 可让消防员没想到的是 经过他们的检查 发现这名男子竟然还活着 这绝对比他死了还要难受 但如果要想把他抢救过来 估计比灯尖还难 不过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 男人为什么不从里面出来 小美说他的老板为了练肌肉 会经常服用肋骨醇药物 他们猜测应该是药物引起了中风 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剧烈抽搐 他们赶紧帮他做心肺复苏 可没想还没按几下 消防员突然发现 皮肉已经粘在了手套上 没过一会儿 男人就彻底没有了心跳 就在所有人认为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意外时 一旁的小美却声声叨叨 说什么天道有轮回 因为就在昨天 男人开车来到健身房 担心狗狗在身边会碍事 于是就把他锁在了车里 这一幕正好被前来上班的小美撞见 他立刻上前叫住了老板 并说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可男人表示 今天的气温只有21度 他还特意打开了窗户 绝对不会有事 但小美还是坚持 让大把狗带上去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暴晒 车内的温度将会达到37度 可老板认为他小齐大作 并说自己练一会儿就下来 说完就去健身房了 就在这时 一名员工跑过来说 日光玉设备好像出了点问题 正在气头上的他 并没有太在意 与此同时 外面的小美也越想越气 他不忍心看到狗狗在车里被热死 于是直接冲进了健身房 拿走了一个狐狸 男人看到后预感到了不对 慌忙冲出了屋外 却没想还是来晚了一步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 小美的最后一句 天道好轮回 竟然一语成衬 第二天就应验到了自己身上 女人只是咬了下铅笔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一颗萌芽竟然掉了下来 就在他一脸蒙圈之时 没想到其他牙齿也全部开始脱落 此刻的他终于意识到了 她慌忙起身来到镜子前 看到自己光秃秃的牙龈 女人被吓得立刻从梦里惊醒了过来 她下意识摸了摸牙齿 发现都还在 女人这才松下了一口气 她想知道梦到掉牙齿有什么寓意 于是赶紧拿起手机搜索周公解梦 可没想这时 女人的一声咳嗽 竟然真的咳出了一个牙齿 紧接着就像梦里发生的那样 其他的牙齿也全部开始脱落 下一秒 她就被嗆到开始无法呼吸 女人赶紧拿起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消化员直接用工程锤破开房门 发现女人气到被义乌堵塞 她们立刻使用还没立刻急救法 尝试将义乌弄出 可发现吃了好几次都不行 她们决定先检查下她的喉咙 可没想她一张开嘴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 一旁的队员直呼辣眼睛 她们口速从包里拿了一根雪糕棒 然后轻轻压住她的舌头 却惊讶地发现女人的喉咙里 竟然长出了牙齿 她们赶紧用镊子将它取出 可拿到眼前才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牙齿 而是一颗扁桃体结石 简而言之 就是扁桃体产生的钙化小总块 是由粘液 食物和碎屑 堆积要形成的 所以里面的味道 才会这么的大 而像这样的结石 里面还有很多 为了将剩余结石从里面顺利取出 消化员只好戴上了口罩 没过一会儿 里面的结石就被全部取了出来 再次也提醒各位宝子们 饭后一定要记得摔牙漱口 时刻保持口墙卫生 这个父亲正在教儿子 如何打盖尔夫球 首先是低头 然后保持左臂伸直 想象着你在荡秋千 紧接着将你的重心 落到右脚上 当你挥干时 尽量减少臀部转动 没想到这时 不远处的一台木材削片机 开始工作 轰鸣的声音 让他们无法正常交流 父亲大喊着让他们赶紧停下 无奈的工人 只好关掉了机器 这时父亲从裤装里 掏出一颗幸运球 说这颗球可以给他带来好运 并鼓励儿子大力的将它挥出去 儿子摆好姿势 然后漂亮的一记挥干 没想到这颗幸运球 竟然挥到了机器旁边 由于打遍了父亲的幸运球 儿子非常自责 父亲也有点失望 他告诉儿子 你的结婚戒指也会影响你的挥干 你应该像我一样 换上这种橡胶戒指 他们在机器旁边找了好久 也没有发现那个幸运球 父亲决定往更远处找找 这时 儿子突然发现 这颗幸运球竟然卡在了机器里 他把球杆放到旁边 然后伸手进去拿 可是球太高下面 他有点够不着 而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就在这时 一旁的球杆突然倒下 刚好撞在了开关上 他的手指被刀片卡住 父亲听到声音赶紧过来查看 男人用力挣脱束缚 双手已经满是鲜血 他非常庆幸 自己的戒指救了他一命 可下一秒 弹出的戒指 刚好击中了父亲的胸口 消防员接到报警 很快赶到事故现场 他们都以为这里发生了枪击案 经过检查 他们发现肋骨刚好挡住了戒指 索性没有击穿肺部伤到主动脉 队长非常好奇 他是如何受伤的 一旁的儿子解释道 刚才他正尝试从机器里 捞出幸运球 却没想手指被吸了进去 幸好戒指卡在了刀片上 男人这才得以脱身 却没想戒指从另一端被射出 刚好系在了父亲身上 他们将男人抬上担架 现在只有将他送进医院 才能将戒指取出 经历了这次事件 估计父亲这辈子 再也不想叫儿子打高尔夫球了 一艘巨大的飞艇 来到了城市上空 它的下面是一家大型体育馆 里面有五万人正在观看足球比赛 其中就包括小美和她的母亲 可没想就在这时 飞艇后方突然起火 升降轮和堕汰板相继是去控制 伴随着滚滚浓烟 飞艇直接冲着体育馆撞去 驾驶员赶紧拿出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此刻飞艇已经来到了体育馆的正上方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被吓愣住了 驾驶员尝试直接飞过去 但由于高度不够 还是撞在了灯架上 预感到危险的母亲 赶紧带着小美撤离 此刻体育馆里的所有人 开始往出口挤 母女二人很快就被人群冲散 小美不断地被挤向前方 她大声地呼喊了母亲的名字 下楼梯时 更是直接被人群撞倒在地 有人尝试将她扶起 但是看到背包里的东西时 被吓了一跳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了现场 此刻飞艇正挂在了灯架上 队长立刻命令队员 却把上面的电源切断 体育馆里则更加混乱 源源不断地有人被推倒在地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这时一个男人跑过来 所有个女孩背包里放有炸弹 警员按照锁指的方向找去 终于在楼梯上发现了这名女孩 她立刻联系总部请求支援 这时女孩虚弱地喊道 警员小心翼地靠近 然后打开她的背包 里面的确是一种医疗设备 她立刻拿出手机拍下照片 发给了界线员 而此刻由于机器发生故障 女孩已经没有了意识 因为是人造心脏 更不能做心肺复苏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上备用机 警员需要立刻找到她的母亲 因为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一旦机器停止 小美只有几分钟的救援时间 另一边 消防员升起云梯 慢慢靠近飞艇 他们借用灭火器成功扑灭了火势 紧接着撬开舱门 进入里面开始营救被困人员 她让女人慢慢地往前移动 刚一下去飞艇就失去平衡 消防员赶紧冲到前面 队员也爬上云梯 给她送来了护具 男人渐渐从昏迷中醒来 他们需要赶紧下去 因为飞艇随时可能会发生倒塌 在他们的配合下 男人成功被救了下来 而另一边 警员终于在地上发现了小美的母亲 她立刻呼叫医疗小组过来支援 由于时间紧迫 她赶紧拿上备用机向小美跑去 她给小美接上备用机 然后插上电池 可是女孩仍旧没有反应 女孩终于苏醒地过来 警员也为她松下了一口气 很快 女孩的母亲也被成功救出 所有人都是有惊无险 消防员也在庆幸 还好现在的飞艇用的不是亲戚 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 一年一度的摸车比赛终于开始了 所有选手开始摸拳擦掌 比赛规则很简单 坚持到最后的人 就可以拥有这辆小汽车 选手们一个个更打了机械似的 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 随着主办方的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刚开始他们表现得都非常乐观 都认为自己可以拿下大奖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温度也越来越高 他们只能不停喝水来给身体降温 渐渐的 他们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 有人受不了打了个喷嚏 就被主办方当场提出比赛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有人因为喝水太多想上厕所 也当场放弃了比赛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一名选手由于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也宣告了失败 有人欢喜有人愁 其中有两名选手仍然十分乐观 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而其他两名选手再也无法坚持也结束了比赛 现在只剩下小帅和小美两人了 比赛还在继续 他们已经坚持了整整一天 双方的体力也已经到达了所能承受的极限 小帅提出给他一千块让他放弃比赛 但小美并不同意 他认为自己一定可以笑到最后 可没想就在这时 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剧烈的疼痛让他撕心裂肺 看到这一幕的小帅乐开了花 主办方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过询问得知 为了不让自己上厕所 小美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这也直接导致他出现了急性肾衰竭 现在需要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但小美并不同意 这场比赛他势在必得 一旁的小帅也没有退让的意思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 队长向主办方提议先暂停比赛 但同样遭到了拒绝 无奈的队长只好命令队员拿来了电锯 因为根据比赛规则 只要手放在车上就行 这把主办方吓了一跳 以为他们要锯断小美的手臂 但队长表示锯车也可以 很快媒体得到消息也赶了过来 这样下去一定会成为热点新闻 看到消贩员打开了电锯 主办方当场就认怂了 直接当着媒体的面宣布了比赛结果 小帅和小美同时获得一辆汽车 主办方也趁此机会 大力地宣传了自己一波 三个老人来到会展中心 参加幸福研讨会 试图从这里找到幸福的秘诀 可没想就在这时 头顶上方的墙体出现了裂缝 紧接着上面的钢绳开始崩裂 消贩员很快就接到了报警 他们火速赶到事故现场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三个老人被掉下的水泥板 重重压在了下面 消贩员迅速展开行动 三个老人的情况现在很不稳定 他们的伤势非常严重 其中一个的下半身被完全压在了下面 而且已经没有了知觉 老人怀疑是不是已经断了 消贩员安慰他可能是肿胀导致了麻木 而真实情况可能比想象中的更糟 消贩员只能不停地和他说话 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其他两个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准备好一切后 他们开始清理上面的水泥板 他们拿来撬棍 几人合力将水泥板翻了过来 检查发现 他们的大腿出现了穿刺性骨折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需要立刻送往医院治疗 另一个老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由于身上的水泥板太重 只能用千金顶才能将他救出 为了不让老人睡着 消贩员只能不停地问他问题 为何?为了幸运呢? 我正在讨论一些东西 我讨论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答案 你讨论你们不愿意 你活着你整个生命 做了什么你应该做 婚离,孩子,费房子,汽车 就在这时 紧急中心再次接到报警 现场还有一个被控者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经过寻找 消防员很快就发现了该名男子 他的肺部被钢筋刺穿 情况非常危险 而现在 一个巨大的男体摆在了他们面前 由于现场人手不够 支援小队还在赶来的路上 他们无法给老人和男子同时施救 但医护人员建议先救男子 因为老人很可能出现了体内大出血 此刻身上的水泥板就像是一个止血夹 一旦挪开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相较而言 救治男子希望更大 但他们还是决定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老人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他们迅速对男子展开营救 他们拿了千斤顶将水泥板撑起 很快男子就被顺利救出 他们合力将他抬上来担架 在得知所有人都被救出后 老人的意识渐渐模糊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幸福的秘诀 男人准备自己动手给仙家装修 他向朋友寄来一台泡沫机 准备给阁楼做一下隔热 可是在铺设管道时 有一束管子发生了弯折 男人没有注意到 戴上面具爬上阁楼准备开始工作 随着开关被按下 机器开始运行 他打开喷射枪 将隔热泡沫喷在房顶上 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管道的弯折处压力开始变大 没过一会儿 喷射枪就停了下来 他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机器停掉了 于是拿出控制器 再次按下启动键 随着压力的不断加大 机器发出了高压警告 男人还在继续尝试 很快就到达了危险压力值 下一秒 大量的泡沫喷涌而出 男人被脚下的管子半倒在地 头部受了重伤 昏了过去 泡沫直接喷在他的身上 很快 男人就被泡沫完全覆盖 紧急中心很快就接到了报警 原来是妹妹提前下班回家 前来帮忙 却发现阁楼上 全部被注满了泡沫 他尝试给哥哥打电话 但这个泡沫的隔音属性特别好 消防员找了一圈 由于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营救工作陷入了僵局 于是队长安排所有人 拿上工具开始捅天花板 他们一边呼喊男人的名字 一边不断地敲击着天花板 眼看就要被捅成马蜂窝了 一名队员终于找到他的位置 现在他们需要锯开焦河板 才能将男人给救下来 幸好家里的工具比较多 消防员推了支撑杆 顶到了天花板上 然后用斧头找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紧接着用电锯将焦河板切开 没过一会儿 一整块焦河板就被满满抬了下来 他们合理将它立在了地板上 然后拿了工具将焦河板与泡沫分开 此刻男人正嵌在了泡沫里 他们将男人拉出 合理抬到了单架上 经过检查 发现他的呼吸非常微弱 消防员赶紧将他抬上了救护车 并立刻给他吸氧 可是男人脉搏非常微弱 仍然没有反应 他们只能拿来工具开始给他人工通气 一旁的妹妹快要急哭了 在他们的不断抢救下 男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 自己动手给房子装修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女人半夜从睡梦中被惊醒 她听到楼下传来翻抽屉的声音 可是房子里明明就自己在家 她赶紧拿起旁边的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接线员赶紧询问了她的地址 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 女人也变得愈发的害怕 接线员赶紧安抚她的情绪 并让她待在原地不要乱动 可是女人偏偏不听 决定下楼寻找生机 她认为待在房子里才是危险的 另一头的接线员 让她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此刻女人竟然来到了厨房门口 房门打开了一刻 女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 逃跑中不幸摔到了地上 拼得过去 很快消防员和警员迅速赶到现场 警员拿着手电走进了房间 她在地上发现了摔烂的电话 可是并没有发现房门被撬开的痕迹 他们赶紧上前给女人治疗 其他人在房间寻找可能的线索 小帅来到厨房在地上 看到了大量的面包屑 紧接着她听到窗户里传来了声响 她打开房门一看 没想到竟是一包干脆面 看到小家伙无辜的显神 小帅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只浣熊是从大门的狗洞里爬进来的 他们将女人送去了医院 并将浣熊抓进了笼子 临走前还帮她把狗洞封了起来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没想到在第二天 同样的地址再次接到报警 接线员还以为又是浣熊 没想到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枪响 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派警员前往了目标位置 幸亏及时赶到 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据警方调查 老人是得知妻子遭遇了浣熊攻击 才从外地赶了过来 没曾想在家里遭遇了入室抢劫 同样的地址 在一天内竟发生两起事故 这让警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他们发现这并非个案 这几个月已经发生过十几起类似的案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每次盗窃案发生时 房主都不在家里 并且这些房主在出事前 都拨打过救援电话 他们怀疑是街警中心 泄露了房主的信息 所以每次都能找到完美的作案时间 他们立刻来到街警中心调查 希望朋友丽莎 能帮他们找到有用的线索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受害人的信息 都被同一个人调阅过 而那个人就是丽莎 如果真是这样 她将会面临停止的风险 但她坚信一定是有人盗用了她的密码 第二天 她像往常一样来到街警中心 同事小黑前来询问她的情况 得知朋友很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份工作 一旁的小黑于心不忍 终于向她交代了实情 在一次工作中 她偷偷记下了丽莎的密码 通过访问通话信息 就可以轻松确定被害人在不在家 并可以亲来举举的 获得访问的钥匙和密码 然后将这些信息发给她的继父 因为她的继父最近遇到了财务问题 在外面欠下了大笔的高利贷 她担心母亲会因此受到伤害 于是决定冒险帮她 而这一切都被身后的警员听得一清二楚 另一边 小黑的继父来到了下个目标点 他们在花盆里轻松找到了房门的钥匙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里早已经被警察包围 眼看无路可走 他们只好举手投降 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帆分顺 当我们遇到难题时 千万不要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购物款欢节 一个神奇的包裹被送到了女人手上 小美是个过期演员 最近几年的工作一直都不太顺利 于是她在网上买了个幸运手镯 希望她能够帮自己带来好运 毕竟这件古董可是花了她两万美金 她开始期待好运的降临 可下一秒 一旁的助理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助理告诉他们 刚才头顶的吊灯突然掉落 正好砸在了小美身上 消防员长时间地搬走 可是吊灯扎进了地板里 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 经过检查 小美身上没有穿透伤 消防员更是在墙上看到了小美的电影海报 他们非常激动 今天竟然救了一个大明星 可小美此刻只关心她的幸运手镯 有没有损坏 这让消防员感到非常的无语 小美说她现在完全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 消防员赶紧过去帮她检查 他们从包里拿出工具 在脚底板上一滑 小美果然有了反应 这说明脊柱没有受到损伤 然而就在消防员为她测试左脚时 小美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事情一下变得严重起来 因为这表明她的脊柱 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而眼下当务之急事先把她救出来 队员拿了切割机开始切割吊灯 随着吊灯与地面相连的部位被拒断 他们合力将吊灯给抬了起来 此刻小美的左腿出现了刺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一旁的助理甚至激动 她认为一定是幸运手镯起了作用 这不禁让消防员感到一脸蒙圈 回去的路上 面对消防员的疑惑 小美解释道 最近几年就算是受到了诅咒 运气一直都不好 所以她一有时间就会寻找能把她转运的东西 但效果一直都不好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幸运手镯上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只是厄运的开始 没过几天 消防员接到一家美容院的报警 他们迅速赶到现场 却被眼前的荧幕吓了一跳 看到女人的手臂上戴着幸运手镯 消防员立刻判断出她就是小美 此刻她的脸上被涂满了疯辣 呼吸受到严重影响 消防员一边按抚她的情绪 一边拿了手手刀在嘴部开出一个小孔 却发现疯辣已经进入到了喉咙里 他们赶紧拿了倒气管为小美通气 在他们的及时抢救下 小美终于脱离了危险 至于这满脸的疯辣 只能叫个医生来处理了 等消防员处理完回到总部后 却惊讶地发现小美的手镯 掉在了消防车里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物 触碰到她的人将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队员拿了手套让其戴上 可小帅认为他们太过敏感 直接伸手将她捡了起来 可没想下一秒 队长赶紧跑过来查看 却惊讶地发现地上怎么会有汽油 从此他们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没有了幸运手镯 小美来到一家浴室店挑选幸运水晶 在货架的顶端 一款紫水晶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赶紧让助理去找一下老板 紧接着在旁边拿起一个梯子 正当她伸手准备将紫水晶拿下来时 旁边传来了助理的惨叫声 助理的腹部受到重伤 倒在了地上 老板听到动静也迅速赶了过来 她赶紧拿起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梅想就在这时 小美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紧接着老板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 他们晃晃悠悠倒在了地上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店里的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 他们首先怀疑是不是煤气没有关 可经过检查却发现 这栋楼根本就没有煤气管道 紧接着他们又在地上发现了小美 这让消防员赶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们先把小美给救了出来 助理此刻仍然十分危险 因为水晶刺破了她的胃部 消防员发现这是一种白铁矿 其成分是硫化铁 与胃酸反应就会产生硫化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都会陷入昏迷 与此同时 警方通过监控查到了伤害助理的凶手 并且在美容院的监控里 也发现了该名男子 于是他们来到医院警告小美一定要小心 晚上小美独自开车回家 却发现有辆车一直跟在她的后面 她欲感到了危险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附近的警员接到命令迅速前往 此刻小美刚好来到了一个路口 她没有注意到前方正在施工 直接静止撞了上去 卡车上的利青向下滚落 直接将小美给埋了起来 警方也在这时赶到现场 他们迅速将黑鹰男子当场抓捕 此刻小美的汽车已经被完全淹没 她尝试打开车门但发现不行 当消防员赶到时 利青已经开始硬化 为了给小美输送氧气 他们直接敲碎后尾灯 将氧气管从后备箱拆了进去 小美听到声音也迅速爬到了后面 可是奈何距离太远 根本够不到 没过一会儿 小美就因缺氧晕倒了过去 另一边 消防员正常是用工具铲掉利青 可是利青太硬 根本铲不动 机智的小帅赶紧拿来工具 开始给利青加热 这个方法果然起了作用 他们成功将利青铲了下来 打开车门的一刻 小美终于出醒了过来 他们顺利将小美抬上了担架 通过对犯人的审问 得知男人是个工艺品卖家 小美的幸运手卓 也就是从他那里买的 他在网上看到小美发布视频 需要直播开箱 这可把男人给吓坏了 因为他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于是他想尽一切方法 决定把手卓给拿回来 他跟踪小美来到了一家美容院 趁着小美在敷面膜 男人本想趁机取回 却不小心打翻了上面的风辣罐 尖叫声引来了店里的员工 男人只好干净撤离 没过几天 他再次跟踪小美来到了一家水晶店 并要挟女助理把手卓交出来 争斗中 男人不小心误伤了助理 本次计划也宣告失败 最后的他决定破釜沉舟 一路跟随小美 势必要把手卓给取回来 却没想要引发了事故 男人还被当场抓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双十一购物一定要擦亮眼睛 可千万不要买到假冒伪劣产品 你见过这样的聚会吗 所有人都必须穿上中世纪的衣服 前来体验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感觉 这样的设定 同样吸引了两个小女孩的兴趣 姐姐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生批铠甲的骑士 于是他们悄悄来到后台 穿上了一件专门为孩子定做的铠甲 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一群蜜蜂突然向他围了过来 紧接着转到盔甲里开始叮咬他 姐姐慌忙跑出了屋外 但是蜜蜂仍然穷罪不舍 看到姐姐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一旁的妹妹被吓坏了 她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得知前面是蜜蜂 队长赶紧命令所有人带上风罩 避免被蜜蜂遮伤 此刻女孩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动静 妹妹赶紧跑过来恳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姐姐 消防员开始为她担心 因为这么多的蜜蜂 一定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队长立刻拿来泡沫 开始驱赶女孩身边的蜜蜂 随着蜜蜂被处理掉 医护人员赶紧上去帮她检查 女孩的身体出现了大面积肿胀 毒液中的疯毒素 很可能会导致她的血压降到最低 他们需要立刻给她注册肾上腺素 但这满身的盔甲让他们无从下手 更严重的是 身体的肿胀让盔甲尽难取下 他们只好拿来了润滑剂 这才算你将头盔给取了下来 至于身体的其他部位 他们只能拿来电锯将其切开 另一边 为了让女孩保持呼吸 消防员赶紧插上气管给她吸氧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大群蜜蜂又向她围了过来 队员猜测 一定是蜂后被困在了盔甲里 随着盔甲被切开 他们果然在下面发现了蜂后 消防员用钳字将它夹起 成功放飞到了空中 蜜蜂果然跟随她离开了这里 紧接着他们给女孩注册肾上腺素 没过一会儿 女孩的呼吸功能得以恢复 身体的肿胀也有所减轻 他们小心翼地将蜂刺全部给拔了出来 看到姐姐渐渐苏醒了过来 一旁的妹妹一个选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旁边的所有人开始为他们欢呼 他们自觉爬成一条长队 恭送这位最勇敢的小骑士 仔细看这个男人 他正准备用意念 杀死面前的老板 下一秒 老板背后的玻璃突然破裂 直接从18楼掉了下去 看到老板当场领了盒饭 阿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可没想 刚才的一切仅仅只是阿伟的幻想 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让他恨透了面前的老板 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再幻想 如何制造意外 然而现实中的他 却表现了十分懦弱 因为他不能丢掉眼前这份工作 每天清晨 他都会给同事和老板带来咖啡 但其中一杯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老板对牛奶过敏 所以他需要单独放置 像往常一样 他将不含牛奶的咖啡 递到老板面前 当老板没有防备的喝下时 阿伟的幻想再次出现 老板喝下咖啡后 直接倒地身亡 看到这一幕的阿伟 再次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以为这只是他的幻想 可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 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阿伟当场就被吓坏了 他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他告诉接线员 他刚刚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板 现在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心跳 接线员让他不要停 心肺复苏可以让他保持血液循环 此刻的阿伟非常后悔 他怀疑是他的潜意识动的手 很快 消防员和警员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立刻接管了伤者 经过检测 老板已经没有了脉搏 他们赶紧拿了除产仪 开始奠机抢救 另一边 警员开始对阿伟进行审问 阿伟说他每天坐在幻想 老板出现意外身亡 得知老板对牛奶过敏 他的潜意识很可能给错了咖啡 这才酿成了这起悲剧 消防员还在不停地给他抢救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老板终于恢复了心跳 然而经过他们检测 老板的身体并未出现过敏症状 仅仅只是心脏病突发 简单来说 阿伟不仅没有害他 反而及时报警救了他一命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阿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男人打开房门 却惊讶地发现 自家的狗竟然叼回来只手 全家人看到这一幕都被吓坏了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他告诉接线员 刚才附近正在放烟花 听到声音的狗子急忙冲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就叼回来只手 一听到失手 接线员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为了确认真假 女儿点起地上的手 发现的确有温度 这也说明附近的确有人遇到了危险 接线员让他们找来一个冷藏箱 需要先将手放进塑料袋里 包上毛巾后才能放进箱子 因为断肢需要与兵隔开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了现场 经过检查 发现伤口很粗糙 很可能是被炸掉的 女人说刚才附近有人在放烟花 会不会是被烟花炸的 为了尽快找到受害者 他们根据这家人提供的方向 挨家挨户的确认 他们的双手有没有事 可他们找了好久 却没有任何发现 就在这时 旁边一个男人走过来 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队长发现他神色慌张 左手还用衣服包着 看上去有点不对劲 下一秒 男人就捡起地上的断肢 跑了出去 经过一路的追赶 男人很快就被消防员制服 发现他竟然少了一根手指 男人说他刚才和朋友 在玩烟花大战 却没想发生了意外 自己一根手指被炸断 不知掉在了哪里 朋友的伤势则更加严重 消防员赶紧会去查看 发现他的朋友 果然不见了一只手 他们立刻给男人绑上止血袋 在消防员的抢救下 男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这时 他竟然从衣服的口袋里 掏出一根手指 得知手指被找到 消防员赶紧将他放进冷藏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玩烟花爆竹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夜晚 一对夫妻误了寻求刺激 趁着消防员外出执行任务 悄悄爬到了消防车顶上 里面的消防员 丝毫没有察觉 因为他们正在赶快一处火灾现场 看着速度越来越快 这对夫妻也愈发觉的刺激 殊不知危险 正在向他们靠近 随着他们的动静越来越大 声音引起了消防员的注意 他们都很好奇 刚才是什么声音 队长怀疑可能是设备没有绑紧 没想到这时 前方突然一个急转弯 上面的男子没抓紧 直接被甩了下来 消防员赶紧停车查看 经过检查 发现男子肩膀脱臼 皮肤也被严重擦伤 很可能还有脑震荡 由于中途出现意外 队长赶紧联系总部 安排其他消防车前往火灾现场 而现在让他们更加好奇的是 男人究竟是什么摔伤的 因为附近都是平地 根本没有高楼 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就在他们摆四步的旗届时 小帅一回头 发现消防车顶上还有一个女人 他们瞬间明白了事故的原因 女人相对比较幸运 只是额头有点擦伤 此刻的她非常关心丈夫的情况 队长对他们这种疯狂的行为 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女人表示下次再也不敢了 可没想他们刚到医院 就把刚才的一切全部给忘记了 认为这里比消防车上还要刺激 深夜 一辆汽车突然冲进消防队 再把消防员们给吓了一跳 他们赶紧下楼查看 却发现里面的驾驶员目光呆滞 无论他们怎么喊叫也没有反应 队长一打开车门 没想到里面的女子静止走了出来 而更加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女人的身上竟然一丝不挂 这样的画面让消防员也不忍指示 医护人员赶紧上去帮她检查 发现女子完全没有反应 很有可能是在梦游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梦游开车 索性路上没有发生意外 他们赶紧拿来毯子帮她盖上 可没想这时 女子突然醒了过来 一旁的黑姐赶紧上去安抚她的情绪 并和她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 女人说她经常会有梦游的习惯 但是梦游开车还是第一次 此刻的她感到非常地尴尬 因为她喜欢不穿衣服睡觉 享受威风俯过生气的感觉 一旁的消防员对此感到非常地无奈 这个女人就快要生了 但她却只能独自打车去医院 而更加要命的是 此刻天上电闪雷鸣 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了 相较于淡定的孕妇 司机反而格外地紧张 她不停地询问女人 是否需要拨打求救电话 因为她可不想在车上为女人接声 但女人表示并不需要 即便羊水已经破了 她也完全可以撑住 但一次又一次的公缩 还是让女人疼得撕心裂肺 这样的场面 可把前面的司机给吓得不行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道闪电刚好批送了他们的汽车 紧接着撞向路边的护栏发生翻滚 很快汽车就出发了自动报警 立刻将汽车的具体坐标 发送到了街警中心 消防员接到报警迅速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事故点 他们赶紧拿来灭火器 先把上面的大火扑灭 经过检查 发现车里还有一个孕妇 幸好他们都系了安全带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需要尽快将女人救出 然后送去医院生产 可当消防员拿来电锯 准备将车门切开时 却在地上看到滴落的汽油 一旦切割 飞溅的火花 就会立刻引爆这里 他们只能拿来大锤和铁钉 撬开车门 然而就在他们进行的一半时 队长就在车里看到了棋带 这说明孩子 很有可能就被生了出来 此刻他们必须十分小心 在将车门成功打开后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女人拖了出来 却没想一把扯断了棋带 顺着棋带一直往里找 队长很快就看到了婴儿 他们小心地将婴儿 从车里抱了出来 然后叫到了母亲手里 而另一边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司机也被成功救出 看到他们母子平安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欣慰 这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夜晚 健身房里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这个黑人教练正在带领学员 踩动甘车 在他的鼓励下 所有学员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即便已经没有了力气 但仍然没有停下 由于运动消耗了身体大量的水分 他们只能不停地 和健身房里提供的饮料来补充 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 随着教练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他们都以为教练只是运动过度需要休息 可没想下一秒 教练直接两眼一翻倒在了地上 这一场面把所有学员都吓坏了 他们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 迅速赶到了事故现场 此刻男人已经陷入了昏迷 经过检查 发现男人血压升高 心里过速 他们猜测很可能是运动过度 导致的恒温肌溶解症 因为这样的案例 他们已经遇到了很多 可就在这时 队友却发现他的嘴唇发干 这意味着他的身体严重缺水 需要立刻给他补充生理盐水 但下面的学员认为这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刚刚在运动时 一直在补充水分 怎么可能会缺水 可话音刚落 证明女子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学员 倒在了地上 场面一发不可受试 队长又感到了不妙 急忙联系总部请求支援 经过询问得知 发现他们喝的都是同一款饮料 通过查看上面的成分表 他们惊讶地发现 里面的维生素B3含量 竟然高到100毫克 而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 只需要14毫克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体的上限 需要立刻将他们送往医院治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你需要补充水分 恐怕没有比白开水更好的了 每当女孩一放学 母亲就会打了电话 催她赶紧回家 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她之所以这么不放心 只因为女儿天生 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听到另一头的母亲 一直在不停地催促 女孩表现得很不耐烦 毕竟现在的她已经成年 家里的过度关心 让她渐渐失去了人生自由 一旁的闺蜜看出了她的烦恼 让她不要太过担心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一起去体验一下 这里非常火的一家理发店 就这样 女孩完全把刚才母亲的丁组 忘得一干二净 这里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理发店 因为他们的理发方式 非常的特别 帅气的托尼老师立刻上前 招呼两人坐下 紧接着打开了直播 因为接下来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也就是这里最有名的火简 此刻女孩既兴奋又紧张 她完全不知道危险 正在向她靠近 因为所谓的火简 是不需要剪刀的 所用到的工具 女孩瞬间就打起了退堂鼓 但托尼老师让她放心 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 可没想刚说完 女孩由于太过紧张 直接一把将喷火箱打了下来 地上的毛巾瞬间就被点燃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托尼老师赶紧上前灭火 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直接触发了上面的喷水装置 消防员接到报警 迅速赶到了理发店 现场已经一片狼藉 虽然大火已经被扑灭 但女孩却遇到了危险 只见她的身上全是红斑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女孩天生对水过敏 这让队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这种疾病非常的罕见 一般会发生在青春期的女孩身上 现在需要立刻帮她把身体擦干 就在这时 得到消息的母亲匆忙赶了过来 看到女儿全身过敏 她气心疼又生气 女儿也急忙跟母亲道歉 没有暗示回家 看到女儿被送去医院 母亲也开始反思 会不会是自己管得太瘾了 这是一场给活人举办的葬礼 台上的牧师正在给试着祈祷 愿她一路走好去往天堂 可没想这时 一辆汽车竟直接冲进了礼堂 下一秒 紧急中心就接到报警 下方员迅速赶到受过现场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幸好大部分人都只是受了轻伤 但一个老人却不幸 被压在了汽车底下 经过检查 发现老人还有呼吸 原来是一旁的天使雕像 帮他挡住了大部分冲击 这才侥幸活了下来 他们先要里面的司机给救了出来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是司机倒车失误 才酿起了这起事故 而眼下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车底下的老人给救出来 他们将气带塞进车底 紧接着开始给他充气 随着汽车被慢慢抬起 他们迅速将老人从车底给拖了出来 然后帮他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庆幸的是 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 但是身上仍然有多数骨折 需要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然而就在他们合力将老人抬上单架时 小帅惊讶地看到一旁的遗像 竟然和老人长得一模一样 最后也是一脸震惊 在他们的追问下 老人这才倒出了原因 原来老人患有骨癌 这是给他自己举办的生前葬礼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与闭魔做斗争 而眼下的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他希望可以在生前 将所有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因为有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所以他才举办了这场生前葬礼 这样就可以和多年未见的好友 见到最后一面 毕竟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孤独地死去 故事的结尾 老人的外孙将一朵鲜花放在了他的胸口 他挥手与身边的亲人一一告别 想象着 这是自己临坐前最后的画面 女人只是点了一份午餐 可没想一转身 座位上的儿子竟然不见了 就在刚才 他们一家正在逛商场 但小儿子说他肚子有点饿了 于是母亲决定吃点东西再走 两个大女儿却只顾着玩手机 丝毫没有帮忙照看一下旁边的弟弟 等到母亲取餐回来 发现弟弟已经消失不见 他们赶紧大声呼唤他的名字 可他们找了半圈 却没有发现半个人影 母亲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急忙拿出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说他们在商场很可能遇到了人贩子 结显员立刻将该消息发送给了警方 很快警车就赶到了这里 并对商场的所有出口进行封锁 着急的母亲正在试图搜寻 但仍然一无所获 警方迅速与他们会合 并立刻展开地毯式搜寻 可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这让一旁的母亲接近崩溃 警员只能一边安抚他的情绪 一边再想其他的办法 让他们头疼的是 这个商场竟然没有广播系统 就在所有人陷入迷茫之时 另一个接线员接到一起报警 说有人看到一个男孩在美食街闲逛 他们立刻将该消息传递给了警方 由于商场没有广播 他们决定找群众帮忙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帮忙呼喊男孩的名字 随着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 正在吃糖果的男孩 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呼喊 他立刻从店里走了出来 看到失踪的儿子就在眼前 激动的母亲赶紧上前一把将他抱住 看到他们母子相聚 围观的群众纷纷送来了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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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学生偷偷潜入一家垃圾厂 根据手机上的定位 小帅非常确定宝贝就在这里 原来就在昨天 是由小胖不慎将他的硬盘丢进了垃圾箱 而那个硬盘里存的小帅所有的积蓄 听到里面有积蓄 小胖瞬间就来了兴趣 在他的追问下 小帅这才到处的事情 原来几年前 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算 其价值已经超过了400万美元 一听到有400万 室友瞬间就被惊呆了 他立刻做起起价 要求小帅与他评分这笔财富 不然就不要指望他动一根手指过去帮忙 小帅也很无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两人最终与三期的比例达成了合作 毕竟这么多的垃圾 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翻过来的 可没想还没找多久 室友小胖就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这里的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即使小帅把比例提高到了五成 小胖还是坚持要退出 说完就准备下去 可没想这时 小帅一低头 却惊讶地发现硬盘就在他的脚下 他使出全身力气往外拔 可没想动静太大 迎来了管理员的注意 他大声呵斥让他们赶紧离开 因为上面是非常危险的 堆积成散的垃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坍塌 但已经摸到硬盘的小帅 根本就不想放手 结果下一秒 消防员很快就接到报警 他们迅速赶到了事故现场 管理员告诉他们 两个男孩正被埋在了垃圾下面 他们立刻展开行动 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在一块纸板下面 发现了被困的小帅 此刻的他正被卡在了铁丝上 身上有多处被勒伤 但好在脉搏还算稳定 他们只能将铁丝一根根剪断 才能救他出来 就在这时 上面的一个队员听到了小胖的声音 不幸的是 声音传来的方向正帮着滚滚白烟 他们掀开上面的纸板 发现小胖果然被困在了下面 此刻的他非常害怕 因为他能明显地感到下面的温度 越来越高 由于时间紧迫 队长立刻下令升起云梯 两名队员从上方火速下降 此刻大火已经烧到了小胖的脚 消防员赶紧帮他绑成安全绳 并迅速将他拉了上来 还好是有惊无险 看到两人被安全救出 其他队员也开始喷水灭火 可没想这时 小帅却要求放他下来 说他要回去找一个硬盘 消防员哪里会同意 他们需要立刻将他送去医院治疗 说完就把小帅推上了救护车 可小帅表示他还会回来的 听到这话 消防员瞬间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为了给女朋友准备一个惊喜 男人爬上了百米高的天台 原来两年前的今天 他跟小美在这里偶然相遇 而今天 他依然选择在这里向女友求婚 只见他纵身一跃 直接从五百米高的天台上跳了下来 直到路人纷纷抬头看向了天空 小美这才发现 男朋友阿伟正当的滑翔伞向他迎面飘来 只见他快步走到小美跟前 然后单膝跪地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向小美求婚 却没想身后的滑翔伞 刚好落在了一辆汽车上 还没等他说完求婚誓言 看到这一画面 小美赶紧拨到了求救电话 接线员通过查看路边的监控 发现开车的竟是一个抢劫犯 他立刻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了警方 现在他们必须争风夺秒 因为阿伟正以八十麦的速度 在路上被拖行 如不能及时将车给拦下 阿伟很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玻璃上的油漆让罪犯 失去了前方的视野 下一秒他就撞在了一辆卡车上停了下来 警员立刻下车 用工具敲碎玻璃 里面的罪犯也被当场制服 很快消防员也赶了过来 此刻阿伟躺在地上已经不能动弹 身上有多处骨折 皮肤也被严重擦伤 幸亏带了头盔 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而此刻阿伟仍在呼喊着小美的名字 当他缓缓松开握紧的拳头时 消防员也被触动到了 即便刚才是那样的凶险 他依然没有选择松手 可以看出他有多爱他的女朋友 就在这时 小美终于赶到了现场 并立刻答应了阿伟的求婚 本以为这是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可小美却看着手上的戒指陷入了沉思 这让消防员很是不解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今天小美本打算跟他提分手的 但是看到阿伟从天台跳下 又经历了刚才的凶险 如果直接拒绝 那么一定会给他的心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疤 他不忍心这么做 所以决定在两个月后 再跟他提分手 听到这里 他们也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在国外 你一定要小心这种天气 天空瞬间变绿 这说明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没过一会儿 街警中心就接到报警 原来是附近的一个游乐场 突然吓起了青蛙 听到这种诡异的现象 接线员也被吓了一跳 他赶紧让男人找地方躲藏 此刻游乐场里陷入混乱 汽车撞到受刀亭 场面一发不可收视 接线员赶紧向男人询问地址 可没想男人一抬头 一只青蛙直接掉进了他的嘴里 得知青蛙卡住了他的喉咙 接线员赶紧派消防车赶往了现场 看到这满地的青蛙 消防员也被震惊到了 因为这样的画面 他们还只在书上看到过 他们猜测应该是龙卷风经过池塘 将青蛙直接给吸了上来 此刻游乐场里已经一片狼藉 一个小男孩急忙跑过来 向他们寻求帮助 说他的父亲因为青蛙已经快要窒息了 医护人员赶紧上前帮他检查 发现青蛙刚好卡在了喉咙处 他们拿了钳子尝试把它夹出来 可没想青蛙太过狡猾 竟然直接钻了进去 事情一下变得严重起来 他们立刻散开营救 成功用海姆立刻急救法 将青蛙给弄了出来 看到父亲脱离了危险 一旁的小男孩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另一边 消防员发现 售票员还被困在了木板下面 他们赶紧试试营救 看到是消防员过来救他 女人赶紧向他们递来了免费猛票 可没想售票员刚被救出 天上竟然吓起了西瓜大的冰雹 巨大的冰雹直接砸穿了汽车的玻璃 来不及撤队的消防员搭起人墙 将售票员牢牢在身下 巨大的冰雹不停地砸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却丝毫没有躲闪 因为他们相信 暴风雨过后的天空会变得格外美丽 男人撬开木板 发现墙的后面竟然有一个地下通道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凶手是如何从密室里逃脱的 顺着地道一直往前走 很快他就来到了尽头 他发现这条通道并不长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就藏在他们眼皮底下 他推开上面的盖板 发现这里是一个房间 他意识到很可能已经来到了凶手家里 他立刻掏出被枪在房间里搜寻 可没想下一秒 等到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打伤倒在了地上 他的双手也被绑在了水管上 而这时 一个慈眉善门的老太太向他走了过来 以上来就要喂他吃饼干 见这个老太不像是扇茶 男人只好勉强咬了一口 见老太转身 他赶紧尝试掙脱束缚 可没想这时 老太一个不小心打开了橱柜门 他惊恐地发现 里面赫然藏着一具少女的尸体 这一幕直接把他给吓得不轻 老太名叫梅宜 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儿子做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 梅宜的儿子强哥此刻推门而入 通过翻看他的证件 发现男人名叫阿伟 是一名洛杉矶警员 也就是这一刻 阿伟注意到强哥的手臂上 有着奇怪的伤疤 强哥知道阿伟已经发现了他家的秘密 决定不再留他 他让梅宜拿来自己的工具箱 可打开却发现 所剩的药量根本就不够 耽误了让阿伟失去反抗能力 他还是将剩余的马飞打进了他的身体 紧接着强哥拿来铁锹 打算在这里将他干掉 但梅宜认为这样会把房间弄脏 思来想去 强哥还是决定去公司拿点药 顺便处理到阿伟的汽车 同一时间 朋友小帅一直联系不上阿伟 觉得可能出事了 他让朋友尝试订悟他的手机 可是发现阿伟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信号 而他所拨的最后一通电话 正是来自案发现场 当时所有特警报了整栋房子 但冲进去之后 却只发现了受害者 罪犯却不见了踪影 他们再次来到案发地点调查 并敲响了梅宜家的房门 这下梅宜也慌了 他赶紧用胶带封住阿伟的嘴巴 为了以防意外发生 更是从厨房拿起了一把菜刀 小帅拿出手机询问梅宜有没有见过他的朋友 但梅宜表现得十分冷静 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听到屋外的朋友正在找自己 阿伟使出浑身解数 击倒了一旁的铁锹 声音立马引起了小帅的注意 梅宜慌忙解释 是自己养的猫在捣乱 说完就以收拾房间为由 关上了房门 得知朋友离开 阿伟再次陷入了绝望 小帅来到案发点寻找线索 终于在一堆灰烬里 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最近一年 城市里已经发生过多起少女失踪案 通过最新找到的线索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些女子都去过同一家药店 与此同时 强哥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这里正是一家药店 趁着同事不注意 他悄悄从货架上拿走了三瓶马飞 强哥前脚刚走 小帅他们就找到了店里 通过调取开药记录 他们终于把目标锁定在了强哥身上 案件再次迎来了转机 另一边 阿伟通过和梅宜的沟通了解 强哥年幼时 不慎将化学物品弄到了身上 自此 她的心理就发生了扭曲 长大之后在母亲的溺爱之下 渐渐迷失了自我 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 但母爱是无私的 梅宜作为她的母亲 选择了保护她 说着说着 眼角的泪水 不经意地流了下来 这一刻 阿伟似乎唤醒了梅宜身上 作为母亲的善良 她决定放了阿伟 她用菜刀 替阿伟割开手上的扎带 可刚站起身 没想到强哥就推门走了进来 他们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这一刻 阿伟不再恐惧 强哥很快就处于下风 没过几秒 就被阿伟彻底征服 可没想这时 梅直接将全部的马飞 打进了阿伟的体内 很快药效开始发作 阿伟倒在地上 没有了任何反抗能力 千军一发之际 小帅带领众人破猛而入 但此刻朋友的心跳 已经渐渐停止 队友赶紧给他送来了纳洛桶 一睁下去 阿伟终于苏醒了过来 强哥一家也被逮捕归案 不止这一刻 身为母亲的梅姨 是否后悔了呢 一个小男孩报警 说自己被困住了 接线员赶紧向男孩询问地址信息 准备立刻派消防员前去救他 听到这样的回答 接线员差点被逗笑了 他立刻撤回了出警信息 并告诉男孩 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才能联系他们 可男孩表示 现在就是十万火急 因为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听到这里 另一头的接线员已经笑到不行 男孩表示 所有跟七相关的惩罚 通通不会 此刻的接线员 已经快要笑诈了 于是他向男孩传授了一个秘诀 将与七相关的惩罚 现场编定了生日歌里 本以为一切到此为止 可没过几天 接线员再次接到了男孩的求救电话 他本以为男孩又是来询问惩罚口诀 可男孩说并不是 他刚刚学着母亲的样子 在家里做通心粉 却没想烤箱突然冒起白烟 于是他赶紧拔掉了插头 他希望接线员能过来帮他维修一下 听到这里 接线员很好奇 他的妈妈去哪了 男孩说 他的妈妈白天一直都在睡觉 并且伴有头痛 这样的现象 让接线员预感到了不对劲 挂断电话后 他立刻去调取了男孩母亲的档案 却惊讶地发现 他曾在几年前有过酒驾记录 现在有理由怀疑 他可能又开始酗酒了 而此刻 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 如果对这件事不管不问 那么男孩有可能再次陷入危险 但如果上报此事 一旦惊动了儿童保护部门 那就有可能拆散他们整个家庭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 一旁的丈夫给出了一个完美的建议 那就是亲自登门拜访一下 如果男孩的妈妈真有什么问题 那么及时上报 对男孩来说 未必不是一种保护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男孩的家门口 一听到是接线员的声音 男孩立刻打开了房门 可没想这时 男孩的母亲突然晕倒在了地上 接线员赶紧上去帮她检查 发现女人此刻陷入了昏迷 通过观察她瞳孔的反应 认为男孩的母亲 极有可能是中风了 他们立刻将女人送往了医院 幸亏抢救急时 女人得以脱离危险 要是再晚到一刻 大脑就会造成永久损伤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接线员 有时候多一个心眼 或许真的可以挽救一个家庭 消防员接到报警 说他们在地下室发现了炸弹 很快军方人员也赶了过来 因为这里可不是一般地方 他们立刻缩散里面的工作人员 将所有人带领到了安全区域 防暴小组这边也派出机器人 前往了地下室 通过上面的监视器 他们果然在地下室 发现了大量的暗油炸药 这个当量足以让上面的国会大厦 直接搬家 但此刻 消防队长察觉出了异常 因为这么大的量 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安检进去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毅然决战地冲进了国会大厦 后面的队员不仅为他担心 只见他直接来到地下室 防暴小组还在拼命地警告他 不要轻举妄动 一旦动错了一根线 那么这里将会被移为平地 但队长根本不听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上面的盖板 一切正如他亮相的那样 炸药桶里果然是空的 他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但队长觉得 后面定藏着更大的阴谋 就在这时 一辆救护车穿过人群 开到了所有人中间 上面的驾驶员此刻神情紧张 因为他车里装满了炸药 只见他迅速打开了倒计时的开关 与此同时 队长很快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是在玩声东击西 他让队员立刻安排所有人返回大楼 因为此刻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看到人群纷纷在往回走 车上的男子有些慌了 只见他疯狂地敲击的方向盘 眼看自己多年的计划就要泡汤 另一边 军方也派出了无人机进行搜索 很快就发现了这辆可疑的救护车 特警迅速将他团团围住 狙击手也已经就位 男人很快就被当场制服 他们发现还有三分钟就会爆炸 队长立刻开车向前冲去 并立刻拨打了求救电话 他需要接线员为他导航去一个空旷的地方 但这里可是市中心 接线员也一下断了手脚 在得知车上撞的是暗油炸钥匙 他立刻有了一个应对方案 直接将队长带到一个河边 因为暗油溢水就不会发生爆炸 眼看时间只剩下了30秒 队长立刻解开安全带 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本以为汽车可以通过惯性冲进河里 却没想在河边停了下来 千军一发之际 队长发现队员竟然开着消防车跟了过来 只见他们一脚油门 直接将装满炸钥的救护车撞进了河里 当炸钥被河水淹没 一场危机也终于被化解 随着引爆器爆炸 一股奇怪的气体飘向了他们 下一秒他们就大笑了起来 队长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队员立刻解释道 虽然消算不会在水中发生爆炸 但是受热以后就会转化成笑气 看来队长需要回去补补课了 下雨天送外卖会遇到怎样的爱情 一个独居女性在网上点了一份披萨 可由于天气的原因 外卖小哥因此迟到了几分钟 他多次按下门铃却无人应答 他还以为是家里没人 可扭头一看 女人正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他很快意识到了危险 急忙拿出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 他告诉接线员 里面住的是一名独居女性 他经常给她送外卖 此刻的他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动静 接线员很快就查到了住户的信息 发现这名独居女性原来患有糖尿病 现在很有可能是出现了低血糖 由于时间紧迫 他需要外卖小哥破门进去救她 但小哥此刻有点担心 因为这样做是犯法的 可是人命关天 他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 小哥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机智的接线员让他试一下驴踢法 首先转过身背对门 然后深吸一口气 抬起你的右腿 使出浑身力气往后踢 这一招果然有用 小哥成功破开了房门 他赶紧来到女人身边 发现他的脉搏跳得非常快 而且身上湿冷 这与低血糖的症状完全吻合 一般糖尿病患者家里都不有急用药 经过一番寻找 小哥终于在包里找到了一高血糖素 在接线员的指导下 他成功将药物注射到了女人体内 没过一会儿 女人就苏醒了过来 看到一个男人在他面前 女人还以为是家里见了贼 急忙拿起一旁的电棍向他垫去 强大的电压 他直接让小哥瘫软在地 下一秒 紧急中心就接到了报警 来电的正是该女子 他说家里刚刚进了贼 但还好已经被他完全制服 可当界线员输入地址时 却发现 他与同事刚刚处理的案件 是同一个地方 同事立刻与女人取得了联系 并将刚才的整个经过告诉了他 得知真相的女人十分的后悔 由于他刚才的补刀 自己的救命恩人已经没有了脉搏 他尝试给他做心肺复苏 但是没有用 就在他几乎快要绝望时 本该来救他的消防员 终于赶到了现场 他们立刻拿来除灿仪 进行电机抢救 看到小哥苏醒了过来 女人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看到救命恩人被送往医院 多年不曾出门的他 终于鼓起勇气 迈出了这艰难的一步 没想到同为单身的外卖小哥 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 收获自己的爱情 一个强迫症父亲教孩子练车 能有多严格 首先 方向盘的握资必须是三九点 其次 绝对不能超速 于是男孩低头看了眼时速表 他之所以这么严格 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来 一封都没有被扣过 他希望儿子也可以像他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司机 而接下来就到了 大家最拿手的侧方位停车环节 但这对于男孩来说 却是最难的 尽管一旁的父亲 还在不停地直倒 可男孩还是撞在了铁桶上 老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决定亲自给他示范一下 可没想男人刚发动汽车 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就这样 汽车不受控制地往前驶去 他们撞到路边的铁桶 竟直接爬向了前面的高压电线 下一秒 紧急中心就接到报警 此刻他们正未掉在了半空中 消防员接到报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看到这样的场面 就连队长都不由得惊叹 此人的停车技术相当的可以 因为他居然可以通过钢绳 把车停到空中 而上方就是一万伏的高压电线 他们需要立刻联系电力公司 前来切断电源 但医护里面却说 时间根本来不及 因为男人心脏病发作 只剩下十分钟的救援时间 而电力公司赶到这里需要二十分钟 眼看时间不够 队长决定冒险上去救人 他立刻让队员升起原梯 然后慢慢靠近汽车 并与里面的父子取得联系 警告他们千万不要触碰任何金属 很快队员就来到他们身边 消防员先是给男孩递上一块毛毯 让他包在车窗上防止被电击 紧接着将塑料单架放到上面 搭建成一个桥梁 就在这时 电火花点燃了汽油 大火瞬间烧了起来 他们必须加快进度 因为汽车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爆炸 男人小心翼地爬到单架上 所幸没有被电倒 他们赶紧将男人放进救生栏 并火速送下去治疗 此刻火势越来越大 男孩变得非常恐惧 在消防员的鼓励下 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了云梯 看到所有人安全撤离 队长立刻下令转动云梯 随着一声爆炸 消防员长说一口气 要是再晚几秒 他们可就危险了 其他队员立刻拿了水枪 对大火进行扑灭 相信经历了这一次事故 男孩以后开车 一定会更加的小心 隐形眼镜最多可以戴几片 这个老人报警说 他的眼睛疼得厉害 消防用用棉签 扒开他的眼皮一看 就一下明白了原因 询问老人 是不是经常使用一次性隐形眼镜 老人表示这非常好用 甚至都不用清理 就能自己掉下来 然而让消防员没想到的是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从里面取出十片隐形眼镜 这可把一旁的队友直接看呆了 黑姐让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因为这种事 他们已经遇到了很多 最多的一次足足巴出来27片 他警告老人 下一次一定要记得清理干净 就在他们准备叫老人送往医院时 没想到另一队消防员赶了过来 并说这两个老人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客户 队长大山 希望黑姐可以将老人转给他们 原来是老人在报警时 一并联系了他们 黑姐还没见过这样抢客户的 他哪里会同意 可没想对方直接放出了大招 说救护车里为他们提供了冰沙 一听到有冰沙 两个老人瞬间就被美食吸引 看到到手的客户 就这样在眼前被抢走 黑姐他们很是愤怒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第二天 一个男人走上了一辆公交车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别人穿的都是长裤 但唯独他穿了一条短裤 但如果你细看就会发现 他的大腿上绑了两根管子 这个叫透析导管 他与大腿上的大动脉直接相连 可没想这时 公交车上突然上了一个孕妇 男人起身准备让座 却没想导管刚好卡在了推车上 下一秒导管脱落 直接导致动脉打出血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被吓坏了 他们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可当黑姐得到消息时 发现大山那队已经出发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工作 迫于无奈 黑姐赶紧联系在街景中心的朋友 希望他可以帮助他们 在大山到达之前赶到现场 有了朋友的帮助 他们轻松绕过了堵车的路段 尽管他们后出发 但依靠朋友的现场导航 他们最终赶在大山前面 到达了现场 这让大山非常的无语 但根据规定 后倒者必须听从先倒者的安排 就这样 他们只能去现场 给群众分发毛巾和水 而此刻 公交车里已经一片狼藉 地上全是烹洒的番茄酱 这也导致车厢里非常的湿滑 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倒在地 他们赶紧拿了只血袋 先把血纸住 但由于地上太滑 出去时他们却遇到了问题 队长灵机一动 决定利用雪橇车原理 他们将男人放到单架上 然后用力一推 男人很轻松就来到了出口 可由于男人失血过多 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最低 必须尽快给他输血 但最近的医院离这也需要15分钟 时间根本来不及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寻求大山的帮助 因为他们车上刚好带了雪袋 作为回报 黑姐也答应将这个病人转给他们 在他们的急事抢救下 男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眼看这么轻松就抢走了单子 大山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但黑姐并没有感到可惜 毕竟他们刚刚救了一条生命 而大山他们之所以这么猖狂 原因是他们的老板跟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 直接以五成的收益换取优先出警权 这势必让竞争更加的激烈 很快就来到了第三天 这一次世家香水厂发生了泄漏 空气中全是香水的味道 很遗憾 大山早已经在他们之前赶到了现场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必须听从大山的安排 为了报复昨天黑姐让他们发水 大山也让他们做了同样的事 可没想这时 他们却发现大山将一个没有受伤的工人 抬上了担架 原因只是他闻到了一点香水 这让黑姐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 因为这明明就是骗暴行为 黑姐立刻上前怒斥他们 为了任务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底线 却没想大山以指挥官的身份 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可没想这时意外发生了 当大山抬着病人刚坐上救护车 一声爆炸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黑姐他们赶紧上前抢救病人 此刻的大山已经身受重伤 经过检查 发现他的左肺破裂 胸腔里充满了空气 必须现场给他做胸部剪压 他们剪开大山的衣服 然后用手术刀割开了他的胸口 随着胸腔里的气体开始排出 大山也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他非常感谢黑姐愿意抛下恩怨前来救他 而事故的起因更是让大山非常的愤怒 原来长久以来 他们救护车上使用的 一直都是二手翻新设备 这才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大山怎么也想不到 黑心老板为了利润 可以这么没有底线 只要他愿意 他可以将老板告得倾家荡产 老板表示 可以给到大山一笔丰厚的补偿 如果你是大山 你会这么选 这个女人来到一家酒店 希望前台可以把他丈夫的房间号码告诉他 可前台表示 他们不能透露客户的信息 这让女人非常的生气 因为就在刚刚他从这里路过时 却意外地发现丈夫的汽车 就停在酒店门口 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丈夫就在上面 而更加让他气愤的是 此刻的他还挺了个大肚子 可不管他如何好言相劝 酒店前台仍然表示 他们不能泄露客户的隐私 说完就把女人请出了大门 出来或者他越想越气 此刻他的愤怒已经到到了顶点 就算把酒店翻过来 他也一定要找出他的丈夫 于是他把目光看向了旁边的施工队 他有了一个大量的想法 就在这时 正在工作的酒店前台突然发现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他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赶紧把目光看向窗外 发现刚才那名女子 正开着一段华裔装载机 向酒店迎面使来 男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下一秒 女人就直接冲进了酒店 他已经失去了任何理智 现在的他只想找到丈夫 他撞断前面的柱子继续往里冲 并大声的质问酒店前台 这样算不算违反他们的规定 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战士 而酒店俨然成为了他的战场 所到之处皆为废墟 消防员和警员接到报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 他们对女人的行为表示理解 此刻的他正被埋在了废墟里 现在需要赶紧进去将他救出 以防大楼出现坍塌 他们先是拿了支架做好固定 紧接着清理掉旁边的障碍物 幸运的是 女人好像并没有受伤 他们赶紧将他给救了出来 经过检查 发现他和他父中的胎儿一切正常 而就在这时 女人抬头看见他的丈夫 从旁边的旅馆走了出来 女人只是喝了一杯杏仁茶 下一秒 他的舌头就开始不受控制 身旁的同事看到后 被当场吓了一跳 因为他的舌头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他想大声呼唤求救 可是发不出任何声响 同事第一反应就是问他 是不是对杏仁过敏 可女人表示他也不知道 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 同事赶紧询问大家 有没有谁带了肾上腺素 听到有人需要帮助 另一个同事赶紧过来帮忙 他们迅速将肾上腺素 打进了女人的体内 本以为情况会开始好转 却没想他的舌头变得更大了 被吓坏了的同事 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 由于舌头变得越来越大 女人出现了呼吸困难 另一头的接线员 赶紧询问她的情况 得知女人前一晚熬夜加班 今早又听到一些八卦 导致她异常兴奋 接线员通过翻院资料 很快就排除了杏仁过敏的可能性 极有可能得的是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是由情绪过激 引起的面部肿胀 可没想刚说完 女人就因缺氧陷入了休克 接线员立刻远程知道 她如何施救 首先找一根干净的吸管 然后用勺子按压她的舌头 紧接着将吸管 轻轻地从舌头上推进去 但是不能一直往下推到底 只需要过了肿胀的部分就可以 按照接线员教的方法 他们顺利将吸管 放入了她的口中 但是迟迟却不见女人醒来 无计可施的同事 直接掐住了她的脸 没想到这一招有了奇笑 女人立刻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就在这时 消防员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他们迅速接管了伤者 经过检查 发现她的血压脉搏 已经恢复了正常 此刻的她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没事少听一些八卦 这个女孩刚醒来 发现自己 躺在一个放满冰块的浴缸里 旁边还留了一个电话给她报警 她使出全身力气 从雨缸里爬了起来 紧接着来到镜子前 她撂开上衣一看 发现自己竟然少了一个腰子 上面的伤口还在不停的流血 接线员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急忙让她用毛巾压住伤口 防止失血过多 可没过一会儿 她就陷入了休克 就在这危机时刻 消防员终于破开了房门 经过检测 发现女孩已经没有了脉搏 他们立刻给她进行电机抢救 在他们的努力下 女孩终于苏醒了过来 就在同一时间 一段特斯拉音闯红灯在路口 发生了车祸 当消防员赶到时 上面的司机已经不见了踪影 但他们却在后座 发现了一名受伤的乘客 由于电池的原因 火势出现了好几次复燃 这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 当他们把男人成功救出后 却惊讶地发现 男人刚刚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就在这时 营救女孩的救护车 与他们擦肩而过 他们都赶往了同一家医院 可没想他们刚赶到医院门口 受伤的男子 趁机将消防员打晕 逃了出去 事件很快就引起了 当地警方的注意 他们从医院里 调来了最近 所有肾脏移植的等待名单 通过比对照片 两名消防员很快就从名单里 确认了该名男子 警方很快就根据信息 锁定了他家的地址 不幸的是 男人移植的肾脏 出现了排异反应 他们立刻将该男子送往了医院 但男人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因为非法购买器官 最高也只会判五年的监禁 而一旦透露上远的信息 他很可能会被追杀 而这时 警方却告诉他 被偷走生肠的女孩 在今天早上已经不治身亡 听到这话的男人 一下就愣住了 他说卖家是以6万的价格 自愿捐献的 但很显然他被骗了 警方立刻拿出女孩的照片 他今年才21岁 被发现是在家破旧的旅馆 床头柜上 只给他扔了1500块 听到真相后的男人 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当中 他立刻将所知的全部信息 告诉了警方 说他是在家牙科诊所 完成的手术 很快警方就在这里团团围住 并迅速将主刀医生抓捕归案 而此刻 他们正在准备做 新英文的移植手术 然而让警方感到好奇的是 两张手术台却只有一个人 这说明肾脏的来源还没到 同一时间 接线员小美收到了一条交友信息 原来就在昨天 她去看望女孩时 得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 女孩说自己是在一个 交友软件上认识的那名男子 回去后的小美 立刻注册了一个账号 没想到情景隔了一天 男人就成功上钩 并约她去酒吧喝酒 小美不想错过 这个千载难分的机会 她决定孤生冒险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出发前 她给当地警探打了一个电话 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她 来到酒吧后 罪犯很快就现身 并立刻点了两杯酒 然后假装不小心撒到身上 让小美帮她拿一张纸巾 趁此机会 她迅速掏出一颗药丸 放到了小美的杯中 就这样 小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喝下了这杯酒 见场面已在控制当中 男人随机要求更换一个地点 眼看警方还没赶到 小美立刻以上厕所为由拖延时间 并火速拿出手机报警求助 可没想这时 男人竟直接冲了进来 看到小美掏出匕首防身 男人微微一笑 可没想下一秒 她却两眼一翻倒在了地上 此刻 警探也终于赶到了这里 他们迅速将罪犯靠了起来 看到小美警平自己 就将罪犯当场制服 所有人都很好奇 她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就在小美将纸巾递给男人时 她偷偷调换了一下杯子 同事听到后 不禁为她的机制和勇敢所折服 这对夫妻刚离婚 便在门口摆起了地摊 他们要将这些 曾经美好的记忆全部卖掉 然后各自封道扬镳 但这很快就引起了丈夫的不满 因为妻子给的价格实在太低了 可妻子并不在意能卖多少 她只希望能尽快地 将这些东西处理掉 这让一旁的丈夫非常的生气 因为如果都按这样的价格出手 就连隔壁卖冰水的邻居 都比他们赚得要多 可妻子表示他们卖得好 只是因为天气热 而我们卖的都是一些破烂的二手货 听到这话 正在一旁玩水的耳子不乐意了 因为这里的每一件东西 他都视若珍宝 他更不愿意看到父母就此分开 然而父母早已下定了决心 即便男孩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 男孩只能独自一人来到马路边玩耍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男人走到他的跟前 询问他在干什么 男孩说自己在画全家福 因为他的父母马上就要分开了 他告诉面前的陌生人 他不愿看到他们分开 而此刻 另一边的父母正忙得不可开交 丝毫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儿子 已经不见了踪影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 警员得到消息迅速赶到了现场 男孩的父母快要几哭了 因为就在十分钟前 他们的儿子还在路边玩耍 可没想一转眼的功夫 他就没有了踪影 而今天门口来的都是一些陌生人 警员让他们不要担心 先去房子里检查一下是否在家里 可男人表示家里已经断了电 里面的温度起码有40度 不太可能会在家里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注意到旁边有一只掉落的鞋子 经过询问得知 这正是男孩的鞋子 警员立刻扒开旁边的柜子 发现男孩果然藏在里面 可由于里面太过闷热 男孩已经陷入了昏迷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立刻将男孩放进了旁边的游泳池里 可由于里面的水也是热的 根本没法帮他降温 眼看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 警员直接跑到隔壁 抱住了他们的冰水 然后直接交代了男孩身上 在冰水的刺激下 男孩立刻苏醒了过来 父母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而男孩之所以躲进柜子 仅仅是因为不愿看到父母 就此分开 女人只是出门加个油 却没想碰上了劫匪 而更加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不要钱 而是看上了他的车 就这样 男人抢走钥匙 发动汽车扬场而去 着急的女人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 因为她的女儿正在汽车的后座 接线员立刻通知了警方 根据女人提供的车牌号码 他们迅速定位到了劫匪的位置 此刻的她正在公路上不停地超车 因为车上有婴儿 他们不能在前方放置钉刺带 因为如果车辆失控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也意味着 他们无法直接将她截停 此刻 消防员也已经出发 他们有了一个想法 既然无法直接将她截停 那就让她缓慢地减速 确定好方案后 他们成功地下个路口 迫使劫匪掉头 消防车见机迅速将她包围 使得劫匪根本没有办法超车 紧接着他们开始缓慢减速 这下劫匪彻底慌了 没有办法的她 直接搅油门 冲进了居民家里 让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劫匪竟然掉进了泳池里 这下所有人都开始慌了 随着汽车开始下沉 后座的婴儿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队长立刻脱掉外套 跳进了泳池里 劫匪也在这时爬了上来 她想翻枪逃离 却被赶来的警员 直接按倒在地 而另一边 队长使出浑身力气 终于打开了车门 可当她准备将婴儿救出时 却发现安全带竟然被掐住了 所有队员都开始为她担心 只见她灵机一动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 然后迅速割断安全带 成功将婴儿给抱了上来 医护人员赶紧帮她检查 却发现婴儿已经没有了心跳 他们立刻帮她做心肺复苏 所有人都开始为她祈祷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婴儿成功苏醒了过来 听到了孩子的哭喊 另一头的母亲 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深夜的公路上 发生一起事故 一辆自行车与五辆汽车 发生了相撞 男人躺在地上受了很重的伤 幸亏带了头盔 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 她的腿骨发生了骨折 好在自行车 帮她抵挡了大部分冲击 伤势不算严重 男人说 她本来在自行车道上骑行 没想到后方一辆汽车 突然向她撞了过来 紧接着又跟其他车辆 发生了相撞 她严重怀疑司机有神经病 当消防员靠近肇死车辆时 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 他们瞬间明白了事故的起因 这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司机竟然还活着 他们尝试打开车门 但发现不行 于是只能从另一边进入车内 她发现男人陷入了昏迷 需要立刻帮她检查 可当她低头准备拿工具时 没想到昏迷的男人竟然苏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的她发动了汽车 直接一脚地板油开了出去 上面的消防员看到这一幕 直接被吓坏了 汽车冲破隔离栏 继续往前驶去 看到同事正面临危险 小帅没有片刻有余 直接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 车上的队员让男人赶紧停下 说你这么做 可不单单是酒驾这么简单了 附近的警员接到命令 也迅速跟了上来 小帅直接骑着自行车往进炉抄去 眼看后面的警车越来越多 男人开车也是愈发的激动 他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受了很重的伤 另一边的小帅冲下楼梯 直接停在了他们跟前 男人反应过来 赶紧踩上刹车 要是再玩疫苗 小帅可就危险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请千万不要酒货驾驶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这绝对是118的全体队员 经历的最大一次劫难 随着大厦的轰然倒塌 正在执行任务的消防员 全部遇险 抠透鲜血的巴克 陷入昏迷的黑解 被困车里的艾迪 以及身受重伤的老韩 当然 还要被埋在废墟下面 失去了任何联系的队长 而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货车司机 经过长时间的疲劳驾驶 此刻的他已经疲惫不堪 尽管他不停地喝咖啡 来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最终他还是闭上了眼睛 随着货车失去控制 他冲破格里兰 静止撞在了桥梁上 而此刻 正在上方执行任务的消防员 被着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 但由于倒塌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跑离现场 等到尘土慢慢散去 重伤的巴克从机盖上醒来 此刻的消防车正悬在倒塌的桥面上 他用力敲打前挡玻璃 试图唤醒昏迷的黑解 然后拿起无线电 呼叫可能存活的队员 听到了队友的呼唤 艾迪也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救护车里 肋骨也断了好几根 而老韩就更惨了 一根钢筋穿过他的腹部 使他无法动弹 巴克先是爬到驾驶室 将昏迷的黑解唤醒 现在他们必须先将汽车做好固定 因为悬载半空的消防车 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坠落 他们需要先将其固定 才能进一步实施救援 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 因为救援队还没有赶到 在给消防车做好固定后 巴克小心翼地爬到汽车底部 然后用切割机切开尾门 看到被压在下面的艾迪 巴克使出浑身力气 将它从里面拉了出来 而另一边 老韩为了自救 硬是将钢筋从身体里拔了出来 在另一名商业的帮助下 他给自己打了政治通缉 并给伤口做了检疫的包扎 此刻 附近的警员率先赶到现场 他立刻疏散围观的群众 并马上参与到救援当中 而这时 昏迷的队长终于从废墟里醒来 发现身边的无线电已经被摔坏 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铁钉 然后用力撞击集装箱 声音很快就引起了旁边一个小伙子注意 事故发生时 他刚好就在路边 所以在第一时间参与到了救援当中 他立刻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警官 他们顺着旁边的缺口进入到了集装箱 发现此刻的队长正被压在了箱子下面 与此同时 外面的队员正在被一一救出 当他们准备上去救了韩石 意外发生了 看到队友悬在了空中 巴克义无反顾冲了上去 然后一把抱住老韩 成功带他逃离了危险区域 此刻救护车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而现在 让他们最为担心的是队长的安危 由于刚才的二次踏坊 队长所处的集装箱被完全封死 他们三个人被困在了里面 听到队长被困 伸手重伤的老韩想去帮忙 但由于集装箱被完全封死 单靠人力是不可能将其搬动的 幸运的是 有一台起重机刚好就在附近施工 在他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打开了集装箱 并顺利将队长给救了出来 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 跟他们一起参与救援的小伙 竟然是几年前他们的救援对象 经历了这一次的劫难 他们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感悟 好了 紧急呼救第六集的故事也到此告一段落 期待下一集与你们再次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